這幾年是山峰國小學生製造的明信片 內容有非常總管的火金庫生態 但是最近兩年因爲氣候的影響 山峰西庫的火金庫大量減少 去年是因爲太乾燥 所以涼也很少 今年真正有很冷 很冷 因爲火蟲他一樣 他要出來真正有受到環境的影響 他也是減少 剛才氣候的因素 人類的破壞也是影響火金庫生態的一個原因 社群指甲表示 以前基盤想火金庫的活動 一天上座來了四百人 讓火金庫走到翁來的三票 人來人多的時候有光害 我們的體溫 像營火蟲一直 他要離開人群一直往上往裡面遷移 為了要提前尤其今年三方地區 沒有開放欣賞火金庫 社群除了製作故事 都會放在社群的入口 社群也結合學校的人力 百般來修好火金庫的生態 在我們中藥入口處 提醒賞營的遊客 今年沒有開放賞營 因為我們之前有營火蟲祭的告示 很多人看到了以後會跟著進來 我們會搭配這個告示在旁邊 提醒大家說今年沒有開放 為了要維護火金庫生態 學校跟社群提出實際行動 另外學校也透過每年春幾月活動 交由學生保育生態重要性 那目前我們做的就是在我們 春季慶典的時候 在這個生物復甦的這個時候 那我們在春季慶典 大家都會一起做一個 螢火蟲守護的宣誓這樣子 那家長老師還有社區的居民 也都會一起加入 四月十五開始到五月日治為止 每天的晚上是六點到九點 社區志願跟學校的 蘇生中的導致順秀的行列 希望連勝兩年的維護 讓美女會金庫的生態 可以來回復 既然歡迎參考報導 Ciao Ciao